为什么要限制咖啡店跟餐馆 再增加多一个条例 必须要先行制造 一年多1300块 有一些商家因为那个利润不够付制造费 可能也不够卖啤酒 这个限制限制卖酒而 有这个权利在咖啡店喝酒 所以在这方面 又是在破坏人员的团结 这个是跟非非教徒 跟非教徒没有关系 为什么要去感受 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措施 来影响一向来没有问题了 自从独立到今天 没有问题过也没有人投诉 这个基本上是不坏人员的团结 所以如果你算卖给肥教徒 那个当然我们不同意 那个OK 你要采取什么行动可以 可是这个是卖给肥教徒的 这什么会成为一个问题 所以在这方面 希望这个联邦政府 于是采政部能够再拥救 当然我们在这个问题 我们会在国会 拯救同时也会问这个财长 希望他可以点个交代 而且我们行动党的律师 也在点击这个课题 看怎样限出这些业者 如果希望的话 在法庭挑战这个措施 影响 负面影响 非非教徒的基本权利 现在你可以看到好像江河人西亚 非非教徒的这个基本权利 江河人西亚 开始被破洩 过后继续被破洞 基本权利 这个是非常不公平 不执重 非非教徒的基本权利 尤其是在 现在是在 Sao Lui Sapha Sao Lui 再进行全球 支持这个 我们或者是国政的政党 就是指使这样的咖啡店 和这个餐馆 要卖啤酒跟这个 商店 就必须要申请制造 辅助一个1300块 希望他们能够有参 不同意 早次等下 商家不要卖 那时候更糟糕 没有货 现在你去晚上 100块变成50块 如果你没有好好处理 你有钱也不够货去买 那个才更严重 其实我们知道 要解决问题 就是要有一个基金 来稳定价格 我们建议 现在他们有这个暴利税 暴利税可以拿30亿 拿30亿出来 来做这个价格稳定的基金 给这些商家 给这些农民 给所有的有关设计者 有关单纪 卸出他们给津贴 卸出他们好像 那个应酬费交通费 这样高 当他们这样才能够确保 那个价格能够稳定下来 同时也 也足够有量 也足够量 能够买 不然的话 如果你压迫他们太强的话 避他们 卖价钱不够本钱 这个会倒切严重的转切 所以我们希望他们政府 应该能够做事 不要不懂做事 我们 签告 建议他们不停化 导致到这个问题的严重 当然 这个路长说 12月9号这个问题将会解决 我们在等着看 现在 我们在看他会不会做事 你做事的人在看 如果是12月9号 如果是12月9号不能不剪接的话 看你就要负责了 而且要剪接不是单单看价格 对剪低 同时要够量够货 不要去板山 买不到东西 给我们下屋 请不吝点赞 和声 请不吝点赞 和声